第三个问题 留学期间除了学费 还有哪些费用呢 那一般来说除了学费以外 绝大多数小朋友还涉及到一个费用 就是监护的费用 也就是说你在英国 如果你未满18岁 在那边学习爸妈不陪读的情况下 你还需要有一个监护人 来在法律意义上给你提供 Guardianship 就是监护服务 那同时呢 你可能在假期的时候 如果你不住在学校 你还是要去host family 也就涉及到一个寄宿家庭的一个费用 但是这个寄宿家庭的 整体的费用不会特别高 因为整年加起来 最多最多也就只有40天的时间 是住在寄宿家庭的 OK 那除此以外 就是来回的差旅的费用 可能还会有一些旅行的费用 因为英国的私校 他们经常会举行一些 去其他国家的旅行 那因而旅行可能也是 比较大的开支 还有其他的学生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学生 他们可能平时就有些兴趣爱好 除了学习以外 比如说音乐 比如小提琴啊 钢琴啊 然后各种各样的弦乐管乐 那这个可能会有一对一的学费 还有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学生喜欢马术 也之前问我们 学校里面提供马术 大概多长时间 一节课 然后呢 这一课多少费用 我们之前问了 全英国 马术应该是最顶尖的学校之一了 叫Mufu 它有自己的马术中心的 叫Equestion Center 那个真的是奥运级别的 它提供的这个马术课程 大概30分钟 是35英镑 不贵啊 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